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这个很清晰的可以看到 这个感情线断开了又延续了 这个呢,我们说 以前讲的这个生命线也是有 错开又延续的情况 其实主线来看 分析主线呢,通常都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律 那么都 就是寓意呢,都差不多 那么如果是说 这个有断开又延续的话 看前后两段这个感情线 它是否一样深一样浅 那么如果是后面那段要深一点 说明了第二段婚姻呢 会过得比前面一段要好一些 第二段才是正圆 同时呢,说明也是 婚姻当中坎坷比较多 到后面呢,慢慢的婚姻才会稳定下来 所以这种人呢 就是我们建议要晚婚 晚婚,心性成熟了之后呢 再去结婚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事业线弯弯曲曲 事业线我们 这个主线呢 我们说主线是最忌讳弯曲 倒纹,折断 或者是这个 有很多支线 像这种就是其中一种忌讳的条 忌讳的这个 这个之一 就是这个弯弯曲曲 弯弯曲曲呢 说明了在事业当中啊 容易碰见一些坎坷 而且呢 这个小的坎坷不断 小的坎坷不断 但是它总能过去 事业上总是能够撑下去 因为它弯曲没有断开嘛 没有断开 弯曲是归弯曲 但是它总体的方向是 往这个终止的方向走 所以说这个事业线 整体上就是它 从创业或者事业当中的 起始阶段到这个最后呢 它都是有一些 小的 小的这个麻烦 往往这种事业线呢 冲了指缝 再加上弯曲的话 就说明啊 在事业当中啊 多小人 有些小人干扰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啊 这个纹路的格局呢 是后期的发展空间 比较大一些 天文呢 上调 心性高 追求 这个 追求也是比较高 利于晋升 就是说它的事业 这个因为我们说天文呢 是这个副事业线 副事业线如果是形成 天文上调的格局啊 它心性比较高 而且呢 这个整个掌型啊 也是活土之人啊 活土之人真缘比较晚 这个谈早呢 容易犯情伤 因为活土之人呢 他这个比较 这个心性高 追求呢 也是这个在事业上的 这个事业心比较强 如果是谈得比较早的话 往往是这个事业 跟这个爱情不能平衡 往往会给婚姻呢 带来一些矛盾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文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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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